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一个小烂潮的话 只是打灭了在沙滩上的某个人为的气躁的一个沙雕的话 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债务的危机呢 它是一次大烂 它有可能会打烂在沿海的很多大厦 换句话说这一次的债务的烂潮 对人类的经济的冲击 如果一旦爆发的话 会远远超过当年的2007年的世代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有一些大型项目 比如说埃及的新首都或者是老卧的高铁 他们都是由一带一路倡议资助的 一些经济学家就会质疑说 这些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这些项目呢 实际上所谓一带路基建项目的高风险 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推演基础上的 在中国来讲 一带一路推进的大项目的合作是低风险的 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那么讲呢 第一呢 就是这些基建的项目都是有助于改善当地民生的 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在非洲投资的3000多个基建项目 还是当下在东南亚推进的中老铁路啊 这个印尼的亚望高铁啊等等 都是当地需要的 哪个项目是当地不需要的呢 没有 都是应当地民生改善之需求 第二呢 这些项目呢 都是可持续的 通过投资这样的项目 可以可持续的推动当地的经济的增长 可以可持续的改善当地的民生 使得当地社会的交易成本急剧的下降 过去的中国40年的发展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大量的投资基础建设 那么城市的地价房价交易成本越来越改善 使得这些债务化解 换句话说 发展才是化解债务的钥匙 中国以我们本身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经济经验 经济发展经验 向全世界贡献中国的发展智慧 让那些发展中国家呢 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 我觉得这样这才是中国最关切的 而不是说我们中国关切 中国是不是最后贷款能 或者最大的债权能 这不是中国最关切的目的 当下的这个全球的债务 已经到了百年来最高的这样的程度 已经到了燕山湖破裂的前夜 这有几个原因构成 第一个呢 就是欧美国家的债务 到达了一个顶峰 美国呢再次突破所谓美债的上限 第二呢 就是不少发展国家的债务呢 也进入到一个崩溃的边缘 那么第三呢 也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的地方债呢 也非常的严重 所以应该说全球的债务危机啊 到了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化解债务危机成了现在防止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如果这些债务无法得到化解 那么全球将会爆发一场超过2008年 甚至像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的爆发